来看政党消息 伊斯兰党对于是否和巫统继续合作 一直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因此被批评是在国盟和巫统之间左右风渊 作为当事人的国盟主席丹斯利 慕尤丁今天透露 伊党主席丹斯利哈迪阿旺 已经表明和国盟同在的立场 近期将会针对是否和巫统合作仪式 表达明确立场永绝后患 我设计广告 可能在一个时刻 若伊斯兰党的发生 他将将冠续决结束 对于是否和巫统合作 在安市中的 和什么是否和其他 他将决定的作用 要作举案跟优邦等 他将决定的决定 可能要刮断 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优邦邦等 但他们已经有关系 我们正在交出的观看 盟友丁也是国家复苏理事会主席 他在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被问到 昨晚和伊党主席丹斯利哈迪阿旺会面的结果 他强调巫统已经一再表明 不会和土团展开合作 因此在来节大选 处于对立面已经是无可避免 他也强调国盟必须在各大课题 保持同样的立场 避免未来出现利益冲突 与此同时国盟也已经达成共识 即将展开全国巡回 向民众讲解执政愿景 而议席分配也将会在近期内完成